136斤不减肥女生一天都吃了些啥 今天绝对是劳逸结合的一天 因为一会儿要去拍婚纱照 先来我最爱的麦门补充一下体力 为啥周一要来吃麦当劳呢 因为今天是麦当劳的会员日 嗨翻星期一 不仅有优惠还能解锁一些隐藏的菜单 比如这个双层翠鸡宝 在嗨翻星期一时1块1就能吃到 而且每个周一的优惠产品都不一样 很很期待住 每次来我都会吃麦麦翠之鸡 香芋派 两个口味我都选了 还有我最爱的麦旋风 这些都是必须要吃的 我是不是可以许个愿 让我每个星期一嗨翻一下 得多吃一点 毕竟补充完体力 咱们才有劲去拍照 在烟台的姐妹 你们的婚纱照都是在哪里拍的 我这次是选了四套衣服 因为是冬天外面太冷了 就都选了室内 拍完照就来吃了一家剥贴店 这里面的海鲜种类还是很多的 我看每桌都有的这个芹菜 它就是主打一个清爽简易 郭提要了一份牛肉的 一份海鲜的 他们家的红柳肉串 简直是成功我的想象 它那个肉块大 而且很嫩 非常好吃 最近吃烧烤我的新宠 就是这个鱿鱼头 点了好多串 鱿鱼头一般都是酱烤的 这样更有鸡味一些 这一盘是老板鱼和安康鱼一起焖的豆腐 其实我本来是不爱吃生鱼的 但是这个呢外面裹的一层薄薄的糖 就非常好吃 像拔刺地瓜 但是没有那么腻 这一盘使我吃的最多 给你们看一下锅贴里面的馅是满满当当的 总之这家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吃完这一顿又被朋友叫出去吃了个宵夜 咱就是说川菜就是很下米饭的 你看上去很红 但是它的甜味更多一些 这些菜下饭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有人连吃了两碗米饭都不够 我觉得来这里人人都得成为碳水战士